如果您的手表无法记录进阶睡眠资讯,请参考本影片所描述的方法来试着解决您的问题。 首先请先确认您的手表是否支援进阶睡眠监控功能。 本影片将使用Phoenix 7手表做示范,详细请参考影片下方说明栏的连结。 1.设定主要穿戴式装置 如果您有多余一个的手表装置,一定要在Garmin Connect App上,把要用于睡眠监测的装置设定为主要穿戴式装置,这样这个装置才能为您计算睡眠资料。 2.确保开启晚视心率 确保装置的晚视心率功能已经开启,这样装置才能使用记录的心率来计算睡眠资料。 3.关闭睡眠省电模式 拥有在睡眠期间开启省电模式功能的装置,您必须将这个功能关闭,因为这个功能会在进入睡眠时间后启用省电模式并关闭心率侦测功能。 4.输入个人资料与睡眠时间 在Garmin Connect的使用者设定中确实输入您的出生年月日,以及设定正常就寝与起床时间。 5.关闭任何记录中的活动 确定装置没有正在进行任何活动或暂停的活动,包括使用稍后继续功能来保存已公之后使用的任何活动。 6.提前佩戴装置 请于就寝前穿戴您的装置至少两小时,并且在睡眠时持续穿戴。 以上就是本次教学,更多详细内容请参考影片下方连结。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